大家好,我是鈴針仔積塵 今次這段片是Nova Air的第二回 今次會集中去看一看這個紋石的新型號 它在電量上有很多人都很關注 因為Nova 3它是有3150毫安的 但是來到這個新型號發表之後 在相同的配置之下,雖然有新的設計 但是電量是下降到只有2000毫安 有很多很多網友都想問我 其實用下去,這一部Nova Air會不會是很快無電 在那個電量的表現上是怎樣的 它們都有這方面的擔心 所以今次這一段片 我會集中為大家評測一下 究竟Nova 3和Nova Air兩部機 在那個電力的表現上究竟是怎樣 另外我會分享有一點 就是在我這一段評測用Nova 3和Nova Air的期間 我發現兩者有一個在使用上操作上 有些不同的地方 我發現了Nova Air有一樣的進步 另外我都會在總結的時候 會很簡單說一說 我就著這一段使用過程當中 我對Nova Air的評價 如果你有興趣想看我對這部機的評價的話 你可以跳去最後總結的部分 好,事不宜遲了 那就去片 現在大家眼前就會見到 左手邊是伸出的Nova Air 而右手邊就是Nova 3 現在我們會進行一小時的YouTube播放的電量測試 連續播放一小時的影片 看看他們的好電量 我盡量將他們二者處身於同樣的條件 處身於同樣的WiFi網絡 另外也調了極速刷新 他們兩者的冷光燈都已經開到最大 暖光燈是關掉的 音量那裡都同樣關掉了 這個是一個倒數計時器 我會設定到最大的60分鐘 看看一小時之後 他們分別會耗用了多少的電 兩部機的影片的畫質都設定了是1080p 事不宜遲,立即開始測試 好,鐘響了 我們看看結果 停一停這段影片先 好,大家可以見到 Nova Air是用了34%的電 剩下66% 而Nova 3是80%的 即是一小時的YouTube 它就用了20%電 即是說,這樣去推算的話 Nova 3其實大約可以看到 是五小時左右的YouTube 而Nova Air電量上確實 在今代續航力真的弱了 保守估計只能夠看大約三小時的YouTube 在電量上 在這裏會見到有一個的差距 好,跟著是試試這個翻頁的測試 我就會設定自動翻頁 每五秒會轉頁一次 而兩者都是用這個普通刷新模式 設定的時間是45分鐘 我是無疑 如果一日我按行運 我能夠坐定看書 我大約是看到這個時間 假設一日看45分鐘 我們知道耗電量之後 你可以推演到大約可以看到多少日 好了,所以看看45分鐘 它們翻頁了,藥乾頁之後 它們分別會用了多少percent的電 螢幕我同樣是較了最亮的 因為是方便和拍片 所以耗電可能會比你正常使用的時候 略多些的 因為你正常應該不會開到 螢幕最大亮度去看書 會有些刺眼 但是這樣給大家都有個概念 好,那就開始試試吧 好,大家可以見到 經過了45分鐘之後 兩部機都翻了537頁 Nova Air它的初始電量由65% 降到61%,用了4% 而Nova 3 就由80%降到77% 即是用了3% 在刀開盡了這個 冷色閱讀燈的狀況之下 確實可以見到Nova Air 是比Nova 3 來得耗電多些的 不嚴謹的數據 不過都可以做個參考 即是如果是處身於同樣的條件 Nova Air 它大約閱讀的時間 是可以有19小時左右 而Nova 3 就會大約是25小時左右 當然了,你關了閱讀燈的話 它的續航力 理論上應該都會有長一節 坦白說 燈其實耗電相對大 所以亦都給大家 就著Nova Air 和Nova 3 它的電量給大家一個概念 坦白說 Nova Air 它只有2000毫安電 而Nova 3是3150毫安 其實兩者 Nova Air 真的按著比例是弱了 因為它只有大約 Nova 3的三分之二的電量 可能是不夠三分二 出來的效果 4%、3% 和之前youtube那裡 33%和20% 確實是按比例遞減了 它的續航力 都給大家有個概念 之前有一些網友買了Nova Air之後 跟著他們用了一排之後就表示 Nova Air好像比起Nova 3 反應快些 好像運作的時候爽快些 效能好像好些 如果單單看硬件規格的話 其實兩者就真的接近一樣的 除了電池小了之外 就著相關的情況 在之前Nova Air的開箱片 已經為大家介紹過了 所以今次都特地為大家 跑一跑分數 看看效能上兩者有沒有差別呢 左邊的Nova Air 你見到這裏已經有分數 是我早前已經試過一次的 右邊這部Nova Air 3 我還未測試 現在大家試試一齊測試 看看跑分有沒有一個明顯的差別 還是其實都相近 在效能上沒有特別的差異呢 我用的軟件就是安兔兔評測 是版本9.1.6的 兩個都一樣 會有很多不同的項目 還有就著這部裝置的各個方面 都會有一個測試 基本上這個安兔兔評測 它會就著那個裝置 或者它GPU RAM CPU 界面 各個項目最主流的 它都會有一個評測 還有一個比分 也可以在此先和大家說 E-Ink的閱讀器 我試過幾部用安兔兔評測 基本上全部GPU都是零分 因為GPU是說的可能是集中在3D 畫像 在遊戲方面 基本上 閱讀器那邊在這方面是 處於一個極弱勢 所以去到評測的時候 分數是非常低 甚至可能CPU那裏 我不知道會不會 針對閱讀器 是有閹過 所以才會拿到零分這個狀況 我試過幾部都是零分 因為 大家會見到 Nova Air 給Nova 3 是快完成這個評測的 也分數出來了 好,有趣的結果 Nova 3 其實它的分數是比Nova Air來得高的 當然了 以Android的裝置來說 其實它們都是一個很低階的分數 即是對比起一系列的手機 現在用的高通 可能最旗艦的是800、800Plus的那些 去到80萬分 所以兩部機都是拿到13萬多 它這裏都寫贏過1%的使用者 也很坦白說 它們兩者單從這個比分 沒有檔次上的分別 所以Nova Air是爽快些 應該不是因為硬件的緣故 而可能因為生機落地 比較少裝的 運作上順暢些 有這樣的可能性 都給大家有個概念知道 另外也特別一提到 運作完整個安兔兔評測之後 Nova 3只是扣了3%電 Nova Air是扣了5%的 它是相對耗電一些 或者這樣說 因為它舊電小一些 所以就算是相同的耗電 它這個percentage的下降 是會有感一些的 就算這兩部機 有一點我一路用下去的時候 我感覺到Nova Air會有一個進步位 就是在手勢操作方面 手勢操作是文石上一代的firmware 3.1 更新了之後就可以用的 可以透過在這部機的左、中、右分別設定 它有些甚麼功能 正如大家眼前所見 現在這兩部機都設定了 左邊是多任務的切換 中間是反回主頁 而右邊是上一頁 我就發現原來Nova Air 在手勢操作方面 比起Nova 3好用了的 為甚麼呢 不知呢 如果你是有用開 Hot3、Nova 3、Nova 3 Color、Note 3 即是這一系列那一代的文石閱讀器的時候 你會發現 為何整天 那個手勢操作不是很靈敏的 例如現在我想回到主頁 我這樣掃 沒有反應的 其實原因是因為 大家會見到 這幾個同系列的設計的閱讀器 你見到下方這裏 就會是不同顏色的 兩個部件的 即是你去做這個手勢操作的時候 原來你的手指 是要在黑色這個邊框這個位置 它才會是detect到的 如果你將手先放在 這個最底部 這個不同顏色的部分那裏 再掃上去 它是感應不到的 例如我之前翻回主頁 你見到這裏 我按著Bose向上掃 翻回不了主頁的 但如果我將手指放在黑色這個位置 向上掃 就可以了 所以變成如果我要用的時候 你首先要很細心地留意你的手指 是放在黑色的邊這個位置 而不能夠放在最底的邊這個位置 一定要你放在黑色邊框這裏 再向上 你見到其實反應是很快的 上一頁 多任務切換 上一頁 所以你見到 Nova Air這一代的進步就是 沒有再分兩折了 你直接在底部這個位置 最底 例如我現在我按著Bose這個品牌名下方 再向上掃 就已經可以翻回主頁了 我貼著邊的最底這裏 向上掃 這樣可以變成一個多任務切換 右手邊這裏 按著最底向上掃 就是上一頁 你不需要再留意 一定要貼著粗框 黑色這個位置 還是底 貼底就沒有反應 黑色邊框這裏 才是可以手勢操作 那就變了不是很便利了 所以在這個位置都跟大家說聲 這個我覺得是Nova Air 應該今次這個新模板就跟著了這一個問題 讓手勢操作更加實用 好,經過剛才的那個電量評測之後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 Nova Air電的總容量 是比Nova 3下降了大約是三分之一 而它表現出來的那個續航力 亦都確實是有差不多的跌幅 即是說在效能上 兩者其實是相約 而在那個電池的表現方面 其實兩者亦都是差不多 做同樣的事 其實耗的電不會相差很遠 但是由於那個電池小了 所以出到來的那個續航力 亦都因此表現弱了 我想這裏大家亦都是可想像的 所以它會不會成為你去垂清它 一個很大的難點、一個痛點呢 這個就真是好看你本身對閱讀器電池的看法 或者本身你對充電會不會是有很多的擔憂 因為對我來說 其實我一路用下去 按正常我用到可能差不多三四十百分之一的時候 我就會充電 對我來說 這一樣東西 我不會去數我用了幾天 我但是一路這樣用 我每天都會拿來看書 偶爾拿來寫筆記 通常我可能照在這段期間 我一個星期我不算很重用了 因為我不是只用這一部的閱讀器 一個星期可能充一次電 我覺得其實不會讓我很擔心的 但是因為有很多的用家都會反映 可能每四五天充一次電 他覺得很短 可能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閱讀器起碼要用回一個星期最少 甚至可能是兩個星期才充一次電 才合理 他們對續航力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要求 如果是這一類用家的話 我就可能真的會建議你 Nova Air可能未必適合你 反而你可以考慮一下 是用回這個Nova 3 因為Nova 3在續航力方面 表現真是優秀 用它來只是看書的話 其實真的可以用很久很久都不用充一次電 它的表現是比起細部的Pod 3是優秀很多的 但是如果選到兩者之間 我會如何選擇呢? 好坦白說 如果在我有足夠預算的情況之下 Nova Air我覺得是吸引一點的 其實不是因為數字上它輕了30g 而是因為它的薄了 它是真的在我關上 這樣單手手持閱讀的時候 就是單邊這樣拿著的時候 它是真的讓到我的手的負擔很明顯有一個改善 真的輕了的負擔 我特別是在街上用 坐車等車的時候用 所以單手手持輕了的負擔 對我來說是一個有感的體驗上的提升 另外那支筆貼在這裏 對我來說不需要想如何安放 因為我習慣了是會拿機使用的 我不用保護殼的 所以我在之前用Nova 3 或者我現在用的Note 2當中 我經常都會把一支筆 另外放在我袋子的另外一個位置 有些時候就要抄了 但是Nova Air就不用貼在那個機身上 是牢固的 我拿著上街,我也不會太擔心它跌 這一樣我覺得是吸引我的 另外第三樣吸引我的位置 就是之前都說過 在手勢操作上的那個改進 這一樣是對我來說重要 因為對我來說,文食閱讀器 比起其他品牌的閱讀器 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這個手勢操作 兩側再加下方的三個手勢操作 加上有五個指令的手勢操作 因為真是很方便到我 不需要另外按個圓浮球 各樣各樣已經能夠做到我想做的步驟 而Nova 3由於我不會每一次都這麼細心 一定要是手指放在這條的邊框那裏做手勢操作 有些時候隨手這樣,X手指弓放下去 它就沒有反應了 而Nova Air它就改進了 你隨手由底向上掃就能夠偵測到 這個手勢操作上的改進 我覺得真是方便到我的 所以這一點原來都會讓我去覺得X是不錯的 第四點就是那個輸寫的體驗 這個就真是比較主觀 因為它這個原廠的磨砂貼已經裝了上去 讓到輸寫的時候的那個劫感是很清晰的 真的有那種沙沙聲 對我喜歡書寫中文來說 我覺得是吸引的 亦都真是有個體驗上的又一個提升 所以結合這幾點 而又因著我 不是太關注那個充電的頻率 以及那個電量的消耗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會覺得如果是欠300元的差距的話 我會覺得我會選Lova Air 而不會選Lova Free 但如果你覺得剛才以上幾點未必吸引到你的話 而在兩者表現相約的情況之下 選Lova Free,省了幾百元 亦都是一個性價比之選 正如我之前所說 甚至如果你本身有用EMR技術的筆 無筆板,再便宜多些少 其實就更加吸引 又可以用到自己喜歡的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都會發現到 那個有實體翻頁件的保護套 對我來說是不吸引的 因為裝了保護套之後 這部機會超過400克的重量 對我來說是太不能接受了 特別對我這個是長期會單手手持去使用的時候 我就很著重重量和手感的 加了那個套就不可以 所以我評測完那個套之後 基本上我都沒有再用過 但如果你真的覺得實體件很重要的話 這個亦都可能是一個打動你的點 所以結合以上幾點,我會選Lova Air 而Lova Free,就不好意思了 雖然你也是一部相當平衡 作為一個初接觸閱讀器的話 是一個很好,各方面都有不錯表現的 選擇的閱讀器也好 這次在我的選擇之下 Lova Air就會是被選中的那個 所以以上就是我對這部Lova Air的評價和意見 以及用了這一段期間評測之後的一些感受 希望都可以給你一個參考的意見 好,就著今天的這段影片 內容上就差不多了,就集過一段落了 如果你覺得我以上的評測和意見都能夠對你有幫助 你覺得也不錯,也誠邀你可以爭個好 如果你喜歡我這一類e-ink產品的評測的話 希望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希望下一段影片可以能夠見到你 今天就大約到這裏了 感謝你的觀看,下次見,拜拜